警方衝下車之後趕緊上前壓制嫌犯 擺人雙手上銬後在他身上搜出好幾疊千元大鈔 那些錢是誰的 Jamie22歲照姓嫌犯平常沒有工作 他12號到彰化市中華路一間銀樓 洋裝要購買金項鍊 趁店家介紹石搶奪金師後逃離現場 張華警方立即鎖定嫌犯搭乘的計程車 在跟小黃司機苗栗及國道警方的合作之下 短短78分鐘順利在三億交流道下 一間超商前攔截嫌犯 我們了解他機欠賭債數百萬元 因而挺而走險 犯下本分局的一個銀樓搶案 初步了解嫌犯機欠超過500萬元賭債 坐火車到彰化鎖定銀樓 偷走價值大約16萬的金項鍊 再到台中西屯區的銀樓轉賣換成現金13萬元 並且還有多項搶奪千科 4月份也才犯下銀樓偷竊案 這一回人當巨貨 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TVBS新聞新聞總理蔡影張華強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導致 temas 販 career